入压其散月凭空,一阵新凉衣山峰,睡其秋色无蜜处,满街无从月明中,立秋流汗,立秋标志着秋季的开始,每年8月7日或8日太阳,到达黄金135度时位立秋,立秋后虽有秋老虎的余威,但是阴气已经开始昂生起来,阴气将要获得主导权,此时阳气称呼,人体就像冬季一样, 逐渐进入了蜂藏的时候,阳气要深藏起来,要凝聚起来,不要被外界的寒冷琐碎上耗散,自古以来中医就有力秋前后爱久的做法,此时爱久可以温通经脉,调和气血,调理脏腑器官,改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,从而提高人体免疫力,增强体质,提高人体素质,大追学,保健药学,主宰全身, 甲已经说过大追,三阳,都卖之会,大追学又折都阳之海,能主宰全身,更是保健药学,所以按摩,爱久等可以起到提高人体免疫力,改善肺功能的作用,取学,人体的颈部下端,第七颈椎疾突,下偶见处,若突颈骨不太明显,将患者活动颈部, 不动的骨骗为第一胸椎,约与坚平齐,官员学,礼气和血,不须一损,官员是小长的墓穴,意味着它是小长的气息聚在腹部的穴位,并确心书里面的,每下秋之交,极着官员兼住,久久不为寒暑,爱久官员,不但可以疏通脉络,强壮夭 还可以很好的理气和血,不须一损,取学,位于下腹部,前正中线上,气效三寸,是元气出入的关卡,太白学,补充气血,美容养颜,太白是皮静的元血,健皮补皮效果比其他学位都强,皮静为少气多血之精,气不足,血有余,所以皮静常出现皮气虚的症状,我们常说的黄脸婆, 就是皮静的症,每天按摩这个血位能叫好的冲补皮静静气的不足,为皮静静气的供养支援,取学,在足内侧员,当足大最本节,第一只只关节,后下方是白肉继络线处,此外,力求过后可逐渐增大运动量,但不是以高强度运动,应避免过度珠寒,体质方面要注意早睡早起, 既顺境阳气的收敛,又能舒展背气,保持心情舒畅平和,既忧与恼怒,以适应秋季青丝的气候特征,红黄医疗,让健康更简单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